文强口述自传 文强口述,刘延民撰写 第十五章,第二个妻子 上海沦陷后,我任前方办事处处长,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 我收容了四万多人,经过改编后,把其中三万多人送回原部队 留下万把人,成立一个教导团,叫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 于座柏当教导总团的团长,我当教导总团的正宫室主任 协助于座柏训练部队,于座柏原来是贵系,是个上将 我们到达广德时,在广德成立了房区 之后,我们到了安徽奇门县一个叫做离口的地方 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副当官,万副莫开 这个小地方,到了很多国民党中央的要人 如安徽的百文卫,辛亥革命时,他是安徽起义的都督 还有国民党的一个监察将领,也到了这里 另外,还有好多国民党中央委员都在这里 我们的部队一到,就开军民连环大会 当地的人就跟我们讲,你们开军民连环大会 好啊,这里有好多中央要人,百文卫百都督都在这里 于座柏就知道了,就要我一个一个的去看这些中央要人 对他们说,我们开军民连环大会,要请他们都到 这些要人高兴极了,说,你们来了,我们就高兴了 有部队保护我们了 布置会场时,我写了八个字的横批 抗日必胜,建国必成 人家就跟我讲,你光写个横批不够,你还要写副对联 我想了想,就提了一副对联 这副对联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起 痛死记河山破碎,傀儡登场,筑寇逞横行 禽兽衣冠能挤日,洗今日盛会联欢,军民合作,离亭操左劝,中华弹复有春秋 这个地方有个非常有名的清朝状元 他看见对联说,你们这个部队里还有这样的人才啊 这个对联写得好听啊 说我有雄心,就把我叫过来,问,你多大年纪啊 三十岁,负什么责任啊? 郑迅是主任,你是大才小用啊 我们的总指挥是个上将呢 他负总责,我年纪小一些,我还可以向他学习 他说,你的口气大得很啊,有这样大的气魄啊 后来,那个状元还上台去讲了话 后来,那些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那个监察委员都来了 军民大会开得很好 我们撤退,撤退到一条小铁路附近 可以一直通到五湖 我们那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素营 我的身边有三个参谋 其中有一个叫刘仁奎 刘仁奎过去也是共产党 在四川时,是重庆军委书记李明科的秘书 八一男昌启以后被俘 后来释放政治犯时,把他释放出来了 我在上海时,有一天 突然他在马路边喊我 喊我过去的话名文莱芝 我听他喊文莱芝,就冲他招手 你过来过来,你怎么认识我了 他说,你怎么不认识我了 我是老官啊 你是老官 我看见他头发很长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 像个教化子 我刚从监狱里出来 你还不知道啊 他说,我被关起来了 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遇到释放政治犯 我就出来了 他问我,你现在干什么 我说,我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啊 他说,我怎么不知道 都是亡名路线搞的 当时就是派我来干掉你的 你晓得这个事吗 我就是为这个事情跑掉的 但是并不晓得要你来下手 他说,我怎么能够下手啊 那次,我跑到上海去找周恩来 没有找到 周敦网跟我去找杨尚昆 也没有找到,把我搞惨了 我以后就不敢找周恩来了 也不知道他们的路线是什么路线 怕自投罗网 后来我就回湖南 当记者 直到现在 我也没在共产党里搞 他说,你怎么没在共产党里搞 周恩来给你在延安平反了 你现在不在党里面干了 我不知道给我平反的事 现在要我回去困难了 不晓得他们对我的态度怎么样 刘仁奎只摇头 我告诉你 共产党里头搞得并不好 今天我见到你 我也不想回去了 我问 他们让你去干什么呀 他说 去组织新四军 你现在干什么呢 我在军事委员会 担任前方办事处的处长 他说 这样吧 我同你一道走 我也豁出命了 我对刘仁奎说 我住在无线店训练学校 你来看我吧 我送点钱给你 你连衣服都没有的穿 搞成这个样子 我还有西装 送你两套 还有被子送给你 第二天 刘仁奎就来了 我们的门房不让他进来 像个小鳖三一样 鞋子都没有穿 还要进来 那怎么行 门房就打电话给我 问要不要让他进来 我说 让他进来 人家有困难 你怎么不让人家见我呢 刘仁奎进来见了我 我说 我拿五十块钱给你 我的两套西装也给你 这西装呢 你穿着有些大 你这个人瘦 把裤脚挽高一点 把袖子也挽高一点 就可以穿 这个被子 毯子都是给你准备的 你去理个发 把自己整理好一点 再来见我 过了两天 他又来了 说 我那天说的事情 你考虑了没有 什么事啊 他说 什么新四军 不新四军 我不想去搞了 我见了你呢 就等于见了李明柯一样 我说 那就这样吧 抗日战争如果胜利了 以后你要去搞共产党 你要去搞新四军 我不留你 我对我自己 也是这样决定的 我也不愿意 以共产党为仇 而是以共产党为友 到现在 也是这个宗旨 我跟你一样 我跟你一样 我说 我看你可以到部队里 去当大队副 后来 日本人在上海登陆 刘仁奎的队伍散掉了 他又跑来找我 我说 这样吧 你不要回部队了 给我当参谋 我们继续撤退的时候 我给刘仁奎一个任务 你到了一个地方 就问问当地的治安情况 当地的商店里面 缺不缺粮食 人心怎么样 一切调查情况 向我报告 另外还有两个参谋 一个参谋管敌情 敌人现在恐怕要过苏州了 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一个参谋负责调查 我们上前线的道路 有什么情况 有没有土匪 一天晚上 一天晚上 参谋们向我汇报完情况后 两个参谋回自己住处去了 不知为什么 刘仁奎 磨磨蹭蹭地不走 我问 你怎么不走啊 他说 我发现这个地方 有一个中心学校 里面有个女教员 叫葛世明 她是宁波人 高中毕业后 进过复旦大学 现在这个中心学校停办了 她没办法 哭哭啼啼的 我也没办法救她 只有你可以救她 我说 我是收容部队 不是收容老百姓 这些事情归地方管 她说 你这个事情都不管 那怎么办啊 我有点不耐烦 先睡觉去 不要在这里麻烦了 说完 我就休息了 她一看我躺下了 也就走了 过了没多长时间 刘仁奎又来了 坐在我这里又不走了 你怎么又不走了 我说我管不了这个事啊 她挺固执 你的朋友也多 关系也多 现在她吃的也没有 路费也没有 钱也没有 你给她几块钱吧 你给你的朋友 写几封信吧 把她送走吗 那也可以嘛 我拿出十块钱给她 那时的钱很值钱 又写了两封信 一封信是给我在武汉的朋友的 如果那个 葛世明去武汉 就让我的朋友们 给她介绍工作 怕她到武汉 找不到我的朋友 我又写了一封信 让她到长沙 去找我的妻子 我的妻子周敦婉 很有办法 给她安排一个小学教员 什么的 我看没什么问题 我说就这样吧 刘仁奎就走了 她也满心高兴 第二天 我们的队伍出发了 刘仁奎平时都在我身边 今天怎么就不见了呢 有人报告 刘参谋在后面 带着一个女的 我很生气 叫她来 刘仁奎跑来了 我说 我昨天晚上跟你讲了 我们部队里不能有女的 如果有女的搞在里面 就是反了军令 你把她送走不救了了吗 刘仁奎说 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 这里到武湖的小火车 上不去 上面竟是伤兵 满地也都是伤兵 她哭哭啼啼的 非得跟着我们的部队一道走 还有这样一回事啊 我说 这样吧 到前面那一站 队伍停下来吃饭 把那个女的找来 我跟她谈几句话 到了前面的一站 有一些小饭馆 我搞了一桌饭 与刘仁奎和葛世明一道吃饭 我对葛世明说 现在你同我们的队伍先到五湖 到了五湖呢 你自己买票上轮船 那里中国轮船也有 外国轮船也有 到武汉找我的朋友 我又问 你家里的人在哪里啊 他说 我家里还有亲戚在上海 现在回不去了 老家的人也没有几个了 你结婚没有啊 订婚没有啊 没有 也没有订婚 我就讲了一句 你啊 认识刘参谋了 刘参谋这个人是个好人 他也没有结婚 一说到年龄 刘仁奎和葛世明同年 都比我小六岁 我挺高兴 如果将来有缘 你们可以结为一对夫妻 葛世明表示同意 他说 我把你和刘参谋两个人都看作我的恩人 我心里很感谢你们 我说 我懂 吃了饭之后 他还没有走 我说 你去买到武汉的票 那十块钱不够 再另外拿些钱给你 又对刘参谋说 你把他送上船 送上船之后 这个事情就算了 刘仁奎给他买了船票 把他送上轮船 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时候 我们已经到了五湖的对岸 这个地方是一个水路码头 有人就给我讲 你救人做好事 也不容易 我们看到 有艘英国轮船 被日本飞机炸掉了 哦 有这个事啊 我扭头问刘仁奎 我说 老刘 你送的是不是那艘英国船 他说 好多船 我没有看清楚 恐怕就是那艘船 我说 糟糕了 你也想做好事 我也想做好事 我们不做这好事 恐怕他还逃出去呢 我们做好事 害了人家 说着 大家心里都是 很难过 后来 我们到了一个小县城 我这个人爱管闲事 认为在我职权里 应该干的事 对于国家 对于人民 对于地方有利的事情 我都去尽可能地干 到了这个小县城一看 乱得很 满地都是伤兵 变成一个无政府事件了 伤兵们把商店也占领了 把年轻漂亮的妇女霸占了 搞得一团糟 我就叫了几个参谋 来一道商量 这里乱得这个样子 我说 我们应不应该管 他们就跟我讲 不要管 不要管 那么多商兵 我们的队伍只有千把人 管得了吗 你们要我不管 是管好还是不管好呢 他们还是说 不要管 我们还要走好远的路 还要到五湖 还要到安庆 好长的路啊 到处是商兵 得罪不了啊 你们的话 有一半的道理 也不是全有道理 我说 日本人还没有来 这个地方就搞得 没有人顾问了 这些商兵没有吃的 也没有人负责 把他们送走 当地政府干什么去了 这是当地政府 不负责任吗 我说 当地政府不负责任 我们要管 把这些商兵组织起来 维持治安 解决这些问题 你们啊 只怕是不管事 我这一说 参谋们觉得有道理 这样 我说 刘参谋 把我这一千多人 改编组成巡逻队 在街上多跑几趟 那些商兵看到我们有武器 他们就不敢乱动了 我又喊另一个参谋 给我到商店里买一些白布 他不解 买白布干什么用啊 买来你就晓得了 我们住在县城的一个澡堂子里 那个澡堂子有三层 很高的一个房子 白布买来了 我就拿笔写了几个字 陷阱被司令布 我写好后 让参谋从屋顶上挂下来 我们就是警备司令布了 这时 我还是个校官 但是我搞了一个少将的奸章 自己带了起来 我这个官是个假官 我命令 你们啊 现在马上调查 那些商店是被哪些人抢的 谁要不服从 马上把他们抓来 男的女的都把他们抓来 女的抓来 送到后方 部队把那些做坏事的人 五花大榜都抓来了 其中真的有妇女 我就把那些妇女 送到后方放掉了 对她们说 你们逃难去吧 我自己带着少将的军衔 站在一个大八仙桌上 对着抓来的商兵说 你们都是国家的军队 一打了败仗 就把地方闹得这样糟 变成无政府状态了 地方被你们搞乱了 他们地方上也不负责任 他们有责任 你们自己也不对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啊 谁个没有父母啊 谁个没有妻子儿女啊 你们反过来欺负中国人啊 谁干的 我今天要抓几个 他们看着我要杀人的样子 就揪出几个人叫嚷 就是这几个 这几个是最坏的家伙 我说捆起来 把那几个家伙捆起来了 我说 你们说说道理 为什么要这样干 很多商兵 看看不对了 就溜了 说 这个官啊 还是个少将呢 是个警备司令呢 我说 我本应该把你们就地枪决 但是 我现在不这样做 我不枪毙你们 你们自己出来承认错误 现在我们要到五湖 先把你们送走 伤重的上担架 不许你们在这里停留 我这一稿 不到三天 这个地方就一点事情没有了 后来 有人告我的状 说我这个官是个假官 我就一个电报打给顾助同 顾助同回电说 你这个警备司令部在我这里备案了 接着顾助同又来个电报 说正式委任你为少将 这件事情安静下来后 我找几个参谋来讨论 他们就笑 你的做法 我们学不了啊 一个参谋说 你真有办法 要我去买那匹布 买那个干啥用 我都不晓得 没想到有大用场 没有三天地方上就安静了 差不多有八个月了吧 我们走到五湖 我接到一封信 信是写给我和刘仁奎的 信上称我们维恩人 说天冷起来了 给我们一个人打了一件毛线衣寄来了 我一看落款 哎 是葛世明 葛世明没有死啊 原来 葛世明坐的不是乍尘的那艘英国船 他到了武汉 找到我的朋友 那个朋友说 我们这里很需要人 就要他学无线电 他学了两个月的无线电 学好之后 他把我写的信 就寄给我的妻子 说我也不晓得 文先生和刘参谋 现在在哪里 想问问地址 把线衣寄给他们 我们收到信很高兴 大概又过了几个月 我们奉命到上海浦东 将因 无锡去视察 那时我已经是少将政治部主任了 刘仁奎参谋长是个上校 我还带了个军需处长 也是个上校 我们到上海 住在东方饭店 一天 饭店的门卫对我讲 外面来了一个女士 她说要见她的长官 这位长官姓文 你们这里有长官没有啊 我说姓文的倒是有一个 让她进来吧 葛世明进来了 我很奇怪 我们到上海来视察 你怎么知道我们来上海啊 你还怎么知道 我们住的这个饭店 叫东方饭店啊 他就讲 你们的电报打到我们那个地方 我们一出来 知道你们的行踪 这样就遇到一道了 很有缘了 很巧 我跟他讲 刘参谋也来了 他也还没有结婚 我在五湖跟你们讲的话 你还记得吗 记得 我很高兴 你们两个人准备订婚 订婚酒呢 我来安排 不要你们花钱 你们双方送的礼物 也归我买 你们只订婚就对了 我想了想 我带刘仁奎给你买个大戒指 带你给刘仁奎买个手表 我把一切都办好的时候 就问刘仁奎 他着急了 这个事情不行了 怎么不行了 你也没有结婚 礼物少啊 不是不是 不是地 我在江阴作战时 被日本人打了两枪 几乎死了 后来是一个护士救了我 给我医好了伤 那个护士对我很好 我就和他订了婚 哦 这样啊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我说 葛世明那边 我替你买的礼物 还是送给他 总是有这样一件事吧 是不是 我买的那个戒指 就作为刘仁奎的礼物 送给葛世明 到了后来 第二次把我调到上海 来对付汪精卫 我到中央会计处办事时 中央会计处的负责人 拿个照片给我看 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啊 这是葛世明吗 他说 他早就离开上海了 被英国人带出上海了 我问 那怎么走的呢 走香港过去 走云南 葛世明离开上海后 到了我的老家湖南 跟我的妻子周敦婉 见了面 在周敦婉的姐姐那里 住了一阵子 后来我调回重庆 去看周敦婉的大姐 我的这个姨姐说 葛世明一直在照顾周敦婉 我的妹妹去世的时候 留个了遗嘱 说你的儿子 由葛世明带着 遗嘱要你跟葛世明结婚 我问 你晓得不晓得 他在什么地方 一姐说 只晓得他在贵阳 具体地方我不知道 我回到重庆后 到处打听 才找到 葛世明在贵阳住的地方 这时 又把我调到洛阳 成立华北半市处 我就寄了一千五百块钱给他 把周敦婉的遗嘱也寄给他了 我说 周敦婉希望你带好我的小孩 要我跟你结婚 我现在暂积一千五百块钱给你 你到西北来 坐路费够了 另外再积一千五百块钱给你 一共三千块钱 你如果愿意的话 就到洛阳来 我在重庆有一部汽车 你就坐那部汽车 绕到西安 再到洛阳 葛世明到洛阳时 我又到太行山去了 日本人扫荡太行山 当时洛阳方面有我的三个消息 一个是以为我阵亡了 第二个消息 是日本人把我抓起来了 第三个消息是失踪了 这三个消息都不好啊 葛世明在洛阳哭了一天 他说 文强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 不一定是这样的结果吧 他这个人有些迷信 到洛阳街上去册字 册字先生就对葛世明说 这个人命大 青天和其高 我有上天梯 陆水和其深 我有分水溪 溪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 但是他相信了册字先生的话 相信了我没有死 不到一个月之后 我从太行山突围出来 到了河南的新乡 河南新乡的那个乡长 就打电话到郑州 说文强已经在新乡了 现在我们正要帮助他过黄河 我渡过黄河的那一天 给长官部打个电话 蒋鼎文司令长官亲自接的电话 哎呀 你回来了 我们得到的三个消息都不好啊 哦 高兴 高兴了 我们在洛阳欢迎你 第二天一早 我就动身 回到了洛阳 跟葛世明结婚了 这时他问我 西是什么东西 我告诉他 西是烟不死的 我跟他结婚六年 生了三个儿子 一直到一九四九年 蒋介石政府垮了 蒋介石逃到台湾去的时候 我还在淮海战场上 我就寄了一笔款给葛世明 大概有几万块钱吧 我说 你呢 按政府的安排到台湾去 他听了我的话 把我们在河南盖的房子卖掉了 带着三个儿子 还带着个副官到台湾去了 我在淮海战场上被俘了 葛世明在台湾听见电台里广播说 国民党的将领放下武器就是朋友 说国民党的战犯在这边很好 他每天晚上听广播 就想 我自己蹲在这个地方干啥吗 他就带着三个儿子离开台湾 逃回大陆 一逃回来 到了上海 上海市市长陈毅得到报告 从台湾回来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妻子 带着三个儿子 还有一个奶妈 还有一个副官 陈毅跟我很要好 当年我跟朱德到四川去 我是朱德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 陈毅是师里的宣传干事 陈毅得到报告后一看 哦 文强的家属 好好地对他 文强是我们的同志 在延安给他平了反 这个人不是坏人 在陈毅的安排下 葛世明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 加入了复联 葛世明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嘛 还安排了两个学校让他去教书 对他很优待 我原来在上海的房子也发缓了 到了后来陈毅调到北京当外交部长了 大陆的政策也变了 开展了大阵法 有人说上海的政策对反动派太宽了 一个战犯家属还加入中苏友好协会 还加入复联 还在两个学校当老师 真是太优待了 一下子 把葛世明的工资全部取消 把他管制起来 连出个门都要向居委会报告 而且天天逼着他 要他交代我的问题 每天又批又逗的 葛世明气得很 气得没有办法 他刚从台湾回来的时候 到山东宜州关押我的地方 想看看我 但是没有得到允许 他跟我就再没有见着面 他觉得绝望了 有一天晚上 他把房子里的煤气罐打开 把窗子都关上了 被人发现后 把他送到急救站里去 人还活着 本来还可以抢救过来 但是那时候不给抢救 说是自绝于人免 就这样 我的第二个妻子葛世明 在上海离世了 来 from Đi 我们应该尝试